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第二天下午 川普副手范斯来到会场彩排 为第三天晚上接受提名演说的走位做准备 成为川普副手第二天 范斯马不停蹄抵达党代表大会会场 为明天的正式提名提前彩排 TVBS采访团队现场观察 这次范斯现身身边维安明显提高 范斯的维安也提高 今天范斯和他太太以及两个孩子 在密尔瓦基市区行走 身边大约有九名密歧营局人员 以及两辆缓慢行驶的SUV 成为川普搭档 让范斯一气成为话题人物 共和党打铁趁热 推出最新海报和周边商品 其中别真已经销售已空 川普进权办公室也宣布 这个星期六 川普和范斯将在密西根州首次同台造势 这也是宾州枪击事件之后 川普再次举行竞选造势活动 和滨州场地最大的不同是 这次是在体育馆举行 是室内场地 TVB新闻嘉辉 美国密尔瓦基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